是的,錄影了,OK 好了,所以大家就要搞清楚 这个国家现在叫做白罗斯 英文和俄文都是没有变的 但是中文叫白罗斯 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的 人口都不少的 人口都差不多一千万的 其实主要是白罗斯人 当然还有很多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波兰人、陶宛人 但是主体来说都是白罗斯人 国家不大的 国家基本上来说六个州 加一个首都 就是一个国家了 好,我分享一下他的国歌 本周国歌为您介绍位于中欧 好,问多一次大家 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接着一起来欣赏这首气势蓬勃的白俄罗斯国歌 我们白俄罗斯人 我支持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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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以前第一任总统、蔣介石的儿子第二任总统、台湾第二任总统、蔣经国 蔣经国的老婆是白罗斯人 因为蔣经国以前是在苏联流过河 当时在伊卡兹林堡就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婆 所以蔣经国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知不知了 因为蔣经国死了很多年了 1990年之前蔣经国曾经做了十多年的总统 那时候她的样子都不像中国人 附带一提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刚才你们看到片段 其实你都可能有些印象 其实白罗斯是一个高度绿化的一个国家 白罗斯是很多森林的 白罗斯基本上是没有山的 所以白罗斯是一个平原来的 农业就相当发达的 也都因为她这个地形 所以白罗斯过去是很多战争的 包括二次大战 整个国家基本上都剷平了 也都死了很多人 死了差不多有三分一人 二次大战的时候 所以白罗斯人是不别喜欢和平的 那白罗斯在哪里呢 你看到圈圈 这个很小小的国家 不是很显眼的国家 就是白罗斯 白罗斯旁边最大的 它的东边当然是俄罗斯 南边就是乌克兰 接着西边就是波兰 接着它旁边就智润了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是立陶宛 另外就是拉脱维亚 所以来说白罗斯的位置 很有趣 白罗斯这个位置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交通的书楼 它在西边的城市叫Bless 有一个铁路贯通了欧洲和俄罗斯 俄罗斯和白罗斯和欧洲 凡是火车一定要在那里停的 为什么呢 知之为什么一定要在白罗斯西边的城市那里停 还要停至少三四个小时 猜不猜到为什么呢 猜不猜到为什么呢 可以打字留言给我 因为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和铁路系统有关的 其实就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在这些俄语系国家或者这些前苏文国家来说 它的轨距是宽轨 就是它的路轨是宽一点的 但是去到欧洲的话 就基本上用标准轨的 标准轨就是轨距是1453mm 1453mm 所以来说凡是那些火车 无论后货运 无论客运 去到白罗斯 最西边这个城市叫Best 就一定要停下 就要用机器 将整个火车的车厢 升起它 换下面的转向架 转向架的车轮 如果不能换的话 就不可以通过了 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疏流 看起来这个国家是很小的 不是太大的 但是很重要 我另外一条片是有关白罗斯的 可以 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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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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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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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去到例如7月8月 他们很珍惜夏天的时间 会放假、去旅行、钓鱼什么都有 所以白罗斯生活比俄罗斯、乌克兰比较单调 人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静 这个天气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人民 他自己的性格、特性 挺有趣的 白罗斯胜在他的工业是非常发达 尤其是他做拖拉机 拖拉机在世界来说市场占有率是占百分之十以上 拖拉机真的是一个欧洲 很多时候欧洲做农业、俄司农业 他都要采购白罗斯的拖拉机 还有白罗斯的IT的产业是非常之厉害的 稍后我会介绍 还有现在近几年他都发展旅游业 因为他们都会看到他们国家是需要慢慢开放 还有他们的自然风景是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早几年他都开放了签证政策 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白罗斯旅行 因为白罗斯的消费是相当之便宜的 可能比乌克兰更便宜 一定比俄罗斯更便宜 啤酒也是相当之便宜的 所以很适合去旅游 还有白罗斯最出名的是online game online game有一个叫world of chance 在西方国家来说 都挺流行的一个online game 其实来说是made in Belarus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去年欧洲运动会的时候 我也有幸看到他们的展览 他们真的是俄罗斯 乌克兰那些地区 很多人打这只镜子 真是挺特别的 但是这间公司 现在他搬了去立陶苑 主要可能因为他的国家 始终来说会政治上 他不是一个共民主的国家 所以他的创办人都将公司的准步 就搬了去立陶苑 大家知道一知道 至于白罗斯本身来说 有几样的特色特产 我龜裂了有五大量的 第一我刚才所说的拖拉机 拖拉机就是MTS MTS是一个名斯克 拖拉机工厂 MTS MTS 也都是他一个品牌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 就是在欧洲国家 在全苏联国家 一定要知道这个牌子 因为拖拉机 想到拖拉机一定是MTS 另外的森林 白罗斯有很多森林公园 尤其是在西边 至于波兰、立陶苑的边界 就已经有一个BEST的森林公园 很多人都会在夏天去那里 度假、钓鱼等等 还有白罗斯的啤酒 也是很知名的 便宜之外 还有白罗斯人 是前苏联其中一个国家 消耗最多啤酒的一个国家 我记得世界杯那时候 我在两年前 俄罗斯世界杯 我在明斯克 接着去了BEST 每天都是啤酒 还有天然的动物 有野牛 薯比尼 就是白罗斯最特色的一种动物 当然来说 这种野牛也不仅是白罗斯才有的 在东欧来说都很普遍 但是白罗斯就将它 变成了一个标志 还有就是白群 布什斯宾尼 也是它一种国家的雀鸟 这个就是简单来说 白罗斯有什么 白罗斯的历史 其实来说 也都跟乌克兰和俄罗斯 很有远的 白罗斯人认为 它的发源地 就在白罗斯这个国家的西北面 有一个叫做波罗切克 这个地方 首先它形成一个公国 后来就变成一个基辅罗斯的一部分 所以白罗斯的历史和乌克兰基本上来说 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它的文化上 和这个立陶宛和波兰 是相当之接近的 所以来说白罗斯很长时间 其实是波兰和立陶宛 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体 直到去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俄罗斯和普鲁士三次去瓜分波兰 之后白罗斯就从此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部分 也都是在这段期间 就形成了现代白罗斯的民族主义 就在那段时间兴起的 所以来说 有时候如果你要查白罗斯的历史 其实有时候都挺模糊的 主要因为它的民族主义 就是白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来说 其实去到很迟才会建立的 直到一次世界大战 尾声那时候 俄罗斯帝国瓦解了之后 那时候德国还没有战败 接着那时候 沙俄和德国就签了一个条约 就是说俄罗斯帝国就承认白罗斯独立 承认波兰独立 承认白罗斯独立 那么白罗斯在1918年第一次 就是成为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叫做白罗斯人民共和国 但是呢 没过了没多久 德国战败了 就是1918年的年底 德国战败了 这个苏俄就不承认这条条约了 不承认这条条约 接着之后就派这个军队 就占领了白罗斯 那白罗斯呢 就成为了苏联的一个部分 也是在最初苏联成立的时候 有四个国家 其中一个国家就是白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也都去到后来1945年 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苏联是以三个国家加入联合国 所以白罗斯是相当之 地位来说相当之重要 国家不大 但是相当之重要 直到去到1991年 苏联解体之后 白罗斯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直到现在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白罗斯的历史 刚才我说过波罗斯克公国 就是白罗斯 他觉得他的民族的起源 由公元862年开始 接着去到16世纪 去到16世纪开始 大致上有二百 差不多二百三十年左右 是白罗斯和波兰立陶苑 是一个国家 当然来说那时候还没有 叫白罗斯这个概念 那时候就是波兰立陶苑联合黄国 因为这个1569年 签了努布林条约 其实上次我在乌克兰那一课 都有讲过了 努布林条约 其实就是将西乌克兰 将现在的白罗斯 立陶苑和波兰 就是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直到后来去到波兰 给人家普鲁士 和给俄罗斯帝国 三次刮分之后 这个国家就没有了 从此白罗斯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部分 白罗斯的民族主义 在19世纪就开始有了 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叫做 Vigetnitz, Gonstantin, Samoznavich, Galilovsky 这个是其中一个标志的人物 因为他鼓吹就是白罗斯的独立鸭 后来就是被人家处死 他当然来说 他的语言来说 他会有用白罗斯语 有用波兰语 有用立陶苑语 这样的 所以他后来都是成为了 这个立陶苑 波兰和白罗斯的共同的民族英雄 给大家知道就知道了 就是19世纪的中期 那时候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起义 在这个立陶苑、波兰和白罗斯 有一个叫独立运动 去到1918年 因为一次世界大战 就产生了一个很短暂的 独立的共和国 白罗斯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历史呢? 因为你看到在右上角 有两支旗 一支旗就是这个红白 这个白色 红色白色的旗 另一个就是一个歧视的徽章 那现在在白罗斯 有一个抗议的运动 就是抗议现在的白罗斯的独裁者 盧卡森科 就在一个选举舞弊 其实到现在都天天都在抗议 但是因为一些地缘战制的关系 这个独裁者迟迟都不下台 所以现在都还是僵持着 僵持着 他们举的旗就是举这个旗 他们都是想 人民都是想要改变 所以这支旗我一定要介绍 这是一个很短暂的共和国 后来去苏联 白罗斯变了苏联之后 他的最高拉达 就是这个最高的国会 其实都是流亡的 直到现在 到现在都有运作的 这段历史 如果问白罗斯人 每个都会知道的了 也都是很多时候 以前俄罗斯帝国下面的 一些所谓的附属国 共同的历史 都是大致上这段时间 很短暂有些独立的国家 后来就变成了苏联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研究俄罗斯 苏联的历史 这个很有趣 1991年独立了之后 白罗斯的发展和俄罗斯很不同 俄罗斯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努布大贬值 经济大萧条 还有1993年曾经试过 以利欣用坦克攻击国会 在俄罗斯的头十年 就是独立了头十年 是很动荡的 但是在白罗斯来说 基本上近乎是平稳的 基本上来说 货币近乎是没有贬值 甚至国家的发展模式 可以这样说 有点像苏联的 有点像苏联的 只不过就没有了 不是叫共产党 就变成了努卡森卡 就是努卡森科 他自己的管治 所以白罗斯相对来说 是很稳定的 但是稳定还是稳定 问题就是说 他的总统是真的做得太久 做了26年总统 直到今年的选举 就真的爆发了 今年的选举 他拿了八成多的支持率 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是舞弊的 就是把那些反对派 那些要是拉了坐牢 要是把他的选票 把他改了去 所以今年又出现了抗议到现在 从五月到现在 去年我去白罗斯都很平稳的 而且去年在白罗斯 就是有个世界的体育城市举行了 第二届欧洲运动会 就在六月尾 六月尾 六月尾 我记得是21日 去到六月30日 那这段期间 我都在白罗斯 幫忙帮个赛事 做一个赛事管理 那样 搞得相当出色的 就是他的管理做得挺好的 还有来讲 真是 就是令到很多外国人 入到白罗斯都觉得 很多 很impensive 因为白罗斯以前来讲 不是那么容易 入得去这个国家的 因为这次体育城市之下 很多不同的选手 裁判 代表团等等 或者游客 也可以入到白罗斯 就是去旅游 同时那时候 这段期间 白罗斯 你只要拿着一张票 拿着一张票 就可以入境了 就是不需要签证 同时俄罗斯那边 都是开放了 你有张票的话 除了可以免签入白罗斯之外 还可以免签入俄罗斯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 去这个国家旅行 那 就是 比较特别 有点 这个去年白罗斯的 欧洲运动会 那我主要负责是看粗赛事 就是相当之难忘 我去过两次白罗斯 就是去年一次是7次做裁判 另一次是做赛事管理 就是正经司司6月底 相當之難忘的 因為我都去過亞運會 去到奧運會 我都有相比 他的籌辦真的比亞運會好很多 水平也比亞運會高很多 所以歐洲的賽事 大家有機會將來去做volunteer 我都很鼓勵 去看看歐洲是真的怎麼樣的 活動體育 文化 力感的發展非常之好 還有做volunteer 很多時候這些國家會包你的住宿 所以你都不需要擔心 會浪費的費用 你買張飛機票就能夠過去了 那麼白羅斯的語言 白羅斯的語言其實是兩種官方語言 一種主要是俄文 一種是白羅斯文 俄文相當之重要的 亦都是他國家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國家很多時候的人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的人 反而他是不會說自己國家的語言 或者說得不流利 反而他們說俄文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是很有趣的 年輕舊一代基本上都會說白羅斯語 但是一般來講的應用 在日常的應用來講主要都是俄文 但是就是說很多時候這些很官方的場合 就會用到白羅斯文 包括現在的獨裁者努卡申科 其實他說的白羅斯文都不流利的 他說俄文是相當之流利的 很有趣的 主要白羅斯文和俄羅斯語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不是太大 但是俄文有33個字母 白羅斯文32個字母 當然就是說有些字母俄文是有的 有些字母白羅斯文是沒有的 在語言上來講 白羅斯文和烏克蘭文的相似度就比較大 所以他們兩個國家就可以用他們自己本國的母語去溝通 大家都聽得明白 立陶宛的基本上都聽得明白白羅斯文的 但是說白羅斯文的人 如果是俄羅斯人就聽不明白白羅斯文的 白羅斯人就聽得明白俄文的 這個當然了 所以很有趣的 這個也是在白羅斯裡面其中一個問題來的 很多時候人們不懂得說自己國家語言 現在有改善 這個對照 對照你講 上次我有個烏克蘭文、俄文和英文的對比 現在加上加了一欄 叫白羅斯語 例如烏克蘭文叫pivich 就是hi 白羅斯文叫pivich 差不多 烏克蘭文的早晨叫pivich 白羅斯語叫pivich 多謝 烏克蘭文叫yakuyou 白羅斯語叫yakuyou 差不多 反而俄文叫pivich 反而俄文叫pivich 所以為什麼說 我說俄文的人未必聽得明白白羅斯文 但是說白羅斯文就聽得明白俄文的 就很有趣的 這件事挺有趣的 這件事 在2000年 在今年 今年5月開始有個白羅斯的抗議運動 其實到現在都是on going的 但是可能現在就因為 等等 很多世界大使 很多人忽略的 我每天都會留意的 因為其實我身邊很多白羅斯的朋友 都有參加這個抗議的運動 叫做拖鞋革命的或者反蟑螂革命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蟑螂呢 因為在前蘇聯 有一個童話叫做 達勒加尼瑟 達勒加尼瑟就是解蟑螂人 那麼 那麼 那個蟑螂上面有兩個蟑螂 那個蟑螂就像努卡申科 那個二撇雞 所以就是 所以那些人就拿蟑螂 來諷刺努卡申科 那麼蟑螂當然用什麼去搞定它 通常用拖鞋 所以叫拖鞋革命 那麼 魯卡申科就是中間這個人 中間這個 有二撇雞的人 獨裁者 真是去控制了國家的資源 還有來講 他的兒子 也都去做奧委會的副主席 這樣 就是基本上 集這個軍權 集這個國家政權 還有控制很多社會的資源 26年 26年到現在都不轉 所以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今年 因為白羅斯 這個武漢肺炎 它就是採取了一些很極端的措施 就是說 例如禁止人要戴口罩 它說這個 說這個肺炎 其實來講 只虛烏有 這樣 在白羅斯來講 都死了不少人 所以來講 也都觸發了 今年 為什麼那些人要抗議它 就是說繼續去掌權 這樣 有口號主要有兩個 一個叫做 Sweetware Belalusia 是白羅斯 萬歲 還有烏克寺 烏克寺是俄文 就是解你走人 就是解下台 其中兩個主要的口號 很多時候 人們會說 就是白羅斯 以前民主共和國的旗 其實來講 白羅斯獨立 剛剛蘇聯解體之後 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短時間都是用這支旗的 後來就轉了 就用一個 和前蘇聯這個 白羅斯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 很相似的旗 只是去了一個年度的意思 各徽各旗都是 所以白羅斯真的是 是一個很像蘇聯的國家 在15個加盟共和國來講 其中一個最像蘇聯的國家 當然來講 現在是一個歐洲國家 但是很多時候 它那個行政效率 貪污 有時候人們都會救病 還有來講 白羅斯 如果你被警察抓了的話 你的檢控率是99.99%的 你基本上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無罪的 一定是被人定罪的 所以它的自由來講 都是受很大的限制的 還有就是下面這裡 有一堆人物 左邊這個叫做 薛拉拉 薛拉拉 他就自己出來選總統 那 後來他現在都流亡的 就是下面這六個人 基本上來講 最左邊那個 那個自下洛斯加亞 他流亡了去立陶宛 其他這五個人 現在都在坐牢 所以現在白羅斯的政治情況 大家都會關心一下 歐洲的北韓就是白羅斯 以前我都不是很送 真的歐洲北韓 在將來你們去的時候 記住一件事 記住就是 其實白羅斯和俄羅斯 其實本身是一個聯盟 一個殺腰 殺腰就是聯盟 所以來講 它基本上 之間 陸路是沒有開關的 所以如果你是俄羅斯人 你拿著俄羅斯身份證 其實就是護照 國內護照的話 他進入白羅斯 隨時都進入 留多久都沒有問題 是沒有人會檢查的 如果是陸路 陸路 反過來白羅斯人去俄羅斯 大家做事 居住 都是沒有問題的 也不會有簽證的期限 所以來講 如果你是外國人 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 去白羅斯旅行的話 你記住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由陸路去入俄羅斯 或者反過來 由俄羅斯 坐火車 或者坐巴士去白羅斯 否則來說 你會有麻煩的 它會有機會 你去了一邊之後 人家不知道你其實已經離開了 但是如果你回去 或者你去出境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人家會拘捕你 你會被人罰錢 還有 會有機會 會在護照上面 打了一個印 你五年之內 不可以入境 記住 千萬不要 暫時來說 或者明年都不要穩陣起見 不要由陸路去跨越這兩個國家的國境 坐飛機是沒有問題的 坐飛機尤其是2017年的時候 那時候它開放了80個國家 免遷 就是由白羅斯的明斯克機場進去的話 就由那時候開始 俄羅斯的海關 俄羅斯出境的海關 如果你是坐去白羅斯的航班 它會有一個海關 就跟你打出境 但是你那張註冊卡 那張不是註冊卡 應該叫做一張 那個叫做 是一個註冊卡 的話 它就會不會收起 直到去到 你去到白羅斯的話 白羅斯是沒有海關的 即是你坐飛機由俄羅斯 去到明斯克 去到入境白羅斯 很奇怪的 你會看到為什麼 白羅斯沒有海關 不出你這個護照 就是這樣 去到只有俄羅斯有關卡 所以大家要小心 是很奇怪的 亦是令到很多外國人很混淆的 當然來說 如果你是最後你走的 你回到俄羅斯的話 如果由白羅斯回到俄羅斯的話 坐飛機的話 白羅斯那一程是沒有海關的 去到俄羅斯那一程 就會突入境陰 就是這麼有趣的 當然如果你有白羅斯 出境去到其他國家的 當然兩邊都有關卡 所以大家要注意 雖然今年它簽了那個簽證戶 大家互相確認的協議 但是短期來說 都不會實施的 因為他們的行政效率是很慢的 還有很多法律問題要解決 所以我估計 就算是正常化的 都是不可以用陸路的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還有白羅斯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如果是五天 每個地方每個城市 你留超過每五天 是要做一個落地簽的 落地簽就是簡單 要向警察局註冊的 以前很麻煩的 以前麻煩的 就是因為有些人會和你做不到 但是現在就可以網上做 要注意這件事 如果不做的話就很麻煩了 現在說了十天 以前我第一次去是五天 現在十天做網上就行了 你看到右邊這張東西 就是註冊 你沒有這張東西 如果去到出境 有機會會有問題 有機會被人罰錢 白羅斯的貨幣 白羅斯的貨幣 就是白羅斯奴布 白羅斯奴布 相對來說會比較穩定 大致上你的概念就是 差不多 一個白羅斯奴布 差不多乘四 就等於港幣 差不多 現在扁了一點點 但是都穩定 有些人看過一張銀紙 就整張好像歐元 很漂亮 不是好像烏克蘭那些 融融爛爛爛 非常漂亮 但是在白羅斯來說 大面額比較少 因為當地人的工資 不是很高的 大致上來講 唯到港幣是兩三千元左右 所以來講 通常來講 你可能在白羅斯奴布 常用是五元 十元 二十元 全都五十元 一百元都少了 所以來講 挺特別的 至於當然來講 你可以帶一張提款卡 即是Visa或者Plus 去到那邊去按錢 就會比較好些 數用卡 那邊來講 基本上完全沒有問題的 都是一個很發達的國家 服裝 和烏克蘭和俄羅斯都類似的 那這個其實來講 在斯拉夫國家來講 都是大家差不多的服裝 但是白羅斯呢 通常來講 是比較素一些的 和它很多是一些 正方形 立體 就是比較少是花紋的 它通常這些圖案 是一些很正方方 打斜的橫紋 那樣的 早成的 那至於它的電源 電全部和東歐國家一模一樣 都是兩腳圓的 那你在阿寮街五元雞 買過的 千萬不要買那些什麼旅行拆口 旅行拆口就很多時候 一有機會電壓不同 一燒就燒壞 它用不了 還有旅行拆口 貴的 你買這些就行了 買在阿寮街 買雙腳的東歐拆口 Type C 就OK的了 不要買三腳 買兩腳 可以的了 那五元一塊可以的了 那至於水呢 都是不可以直飲的 那但是白羅斯的物價 相當之便宜的 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買這個 格魯加亞的礦泉水 烏克蘭的礦泉水 這個俄羅斯的礦泉水 等等 那相當之便宜的 那也都有建議你們 例如 試一下那些白羅斯的奶類產品 非常之正的 又便宜又正的 還有啤酒 那麼 電信公司 通常用MPS MPS當然都是俄羅斯的公司 很多國家 就是前蘇聯國家 都有這間公司的了 相當之便宜的 那你用護照去註冊就可以了 便宜到真的想笑 大致上三四十元 那你又可以用一個月 五支無限上網 四支無限上網 五個GB 但是問題呢 白羅斯有時會斷網 斷網 因為國家有時 它去到一些很敏感的智日 它有時會專門斷網 所以這個絕注意 有時會上網上不到的 那交通呢 白羅斯的交通 基本上呢 對外的一個國際機場 整個國家一個國際機場 就是MPS有國際機場 是真的很蘇聯感覺的 一個不是很大的機場 不夠不新的機場 但是很蘇聯感覺的機場 很有趣的 通常來說 如果在 它有自己的國家航空公司 就是佩拉維亞 但是通常來說 如果在俄羅斯的 飛過去的 有Aerford 就是俄斯航空 有UTA 就是UTA 這兩家航空公司 就比較多些的 如果你是買UTA UTA 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 UTA如果它最低的那個機票 它是 當你是沒有行李的 沒有行李就是沒有機艙行李的 所以如果你買這個機票 你自己要注意 就不要買錯 如果你假設又是機艙行李 但是你買了一個 你訂機票用了一個最低價錢的話 要補錢是很貴的 記住 用的貨幣 最好用勞布去買 因為勞布相對比較便宜 最近勞布都跌了 現在又升了一些 最近去到1美元對80元勞布 1美元對80元就相當便宜了 至於國內來說 沒有國內航班的 因為白羅斯不大的 主要來說 在國內通常用 坐火車或者坐巴士 至於就是在國際機場去明斯克 就是去市中心 它有巴士的 巴士我記得差不多是港幣 大致上是5元左右 要坐一個小時的 都相當之遠的 白羅斯的鐵路系統相當發達的 而且來講相當之便宜 便宜到真的很想笑 坐成國際列車 我記得都是幾十元 搞定的 跟那個系統和俄羅斯一樣 它雖然比較老舊一些 但是保養得相當之好的 可以上網買票 上網買票 然後你印出來就可以了 或者你喜歡想漂亮一些 那你就可以在那個銷票處那裡 再問它拿回一個紙本的車票 但是國際列車的 一定要是紙本的列車來的 就是紙本的車票 國際列車它有很多的 有去到莫斯科 有去到基庫 就是烏克蘭的首都 維爾紐斯就是這個立陶宛的首都 李家就是這個拉鐵維亞的首都 同時來講 在俄羅斯它有很多 很多班國際列車的 去到紙本都有的 但是在紙本就要坐兩人了 還有來講它有很多過路車 過路車就是 例如有一班是 莫斯科去到巴黎的 或者去柏林的國際列車 都是會過路的 那要負帶一提 如果你在莫斯科 坐這個國際列車 例如去柏林 或者去巴黎的 你記住要拿這個 transit的visa 如果你沒有transitvisa的話 就會有機會 你去到這個俄羅斯 或者這個白羅斯 那時候遇到問題的 要知道這件事的 相當之漂亮的 莫斯科去到柏林 那個國際列車 是全歐洲最漂亮的國際列車 雖然是俄羅斯的鐵路公司經營的 但是列車是西門子的 非常漂亮的 有機會大家去坐一下 那這個就是 左上角的就是典型藍色 藍色的車廂就是白羅斯 它自己的車廂 那左下角的 它都有一些叫做高速列車 那高速列車其實都是西門子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在附帶一提 如果你坐國際列車 跨越邊境 白羅斯都會停下 停下去做這個 我會檢查你的護照 檢查護照之後等印 我那次就是由白羅斯的明斯克 坐到烏克蘭的 但是很有趣 去到烏克蘭它不停了 去到烏克蘭就是去到基庫那個車站 它首先你停下了 接著之後邊桿人員在基庫那個車站 它進去 它就跟你逐一去檢查護照 檢查完護照之後再打印 打了印 打完印之後 接著你就走了 所以這個經歷就比較特別 那麼 市內的交通 比較簡單一些 白羅斯的一個城市有地鐵 就是明斯克 明斯克兩條線來的 兩條線相當之簡單 那是幾錢一程呢 六毫半指 這個白羅斯勞布 就是大致上 圍到港幣兩元左右 相當之便宜的 那麼基本上來說 你可以去卡塔那裡買 你可以有刷卡都可以的 那麼 不是很規模 不是很大的一個地鐵 也都跟烏克蘭那些很不同的 它是比較相對來說 不會有些在地下很深的地鐵站 那麼相當之方便的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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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內的交通 來來去去都是前蘇聯式的了 那麼 有阿多布斯 就是巴士 蜘蛛斯卡的特斯 就是這個 右上角這個圖 其實是麵包車來的 是小巴來的 那麼你進去 你給錢去找錢 那麼有 阿多布斯 那麼 就附帶一提了 它現在 在明斯克來講 很多時候 它有些中國製的那些 就是這些入口的車來的 很多時候它用 就是它上面 充了電之後 跟著它自己走的 它跟中國的關係來講 就相當之好的 所以來講 它很多時候 這些巴士 其實是Made in China 那麼 就是負責一提 那麼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話 你在白羅斯來講 基本上那個軟件 你用Google Mac就可以了 Google Mac總確的 或者你說Yandex那個 Yandex那個地圖 會更加準確 買票也是一樣的 去到巴士 你要有這個人手的售票 售票完之後 你記住也要釘孔 不釘孔 有機會被人罰錢 雖然都很少遇到這種情況 但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 基本上 Hostle 上網 很多供應 白羅斯大致上 如果你Hostle一晚 大致上 價錢去到最貴都是十塊美金 很便宜的 有些四五塊美金都有的 所以在白羅斯旅行的成本 是相當之便宜的 但是幾個特色下 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下 還有酒吧 白羅斯相當多酒吧 因為白羅斯的人很喜歡喝啤酒 也可以享受一下文化 白羅斯的飲食 和俄羅斯 和烏克蘭 波蘭 立陶宛 很相似 但是白羅斯最多就是 薯仔 和肉 肉就是指 例如豬肉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都喜歡用豬肉去送酒 湯 你看到 其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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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屋頭 有 有 有肉 有 這個相當之普遍的 隔裏 有 有 然後 左下角 是 雞湯 Kurbet Saya 基本上 在俄羅斯都很普遍的 烏霞就是 魚湯 然後 Svetskarlini 是 一些有 還有紅田菜 再加上一些豆類 這個是相當之正的 另外就是馬鈴薯 有時候如果我認識一些人在白羅斯留學 他會覺得白羅斯全部都是薯仔 相當之單調 尤其是去到冬天 天氣又冷 還有白羅斯 尤其是明斯坎 是沒有什麼娛樂的 是一個很悶的城市 冬天又長 日休息 夜晚又長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你是留學 生活和旅行 有一點不同 其中一件事 它最特殊的實識 全部都是薯仔 左手的Darigi 其實是和烏克蘭和白羅斯 都是共同的飲食 其實是炸薯仔 旁邊的這個Krotri 其實是一些麵粉 然後包一些麵粉 包肉 再加上也是薯仔 Krotri 是炸的 是一些薯仔 盛著一瓶肉 再炸開它 全部都是薯仔 有一點點 口味慣不慣 接人見智 另外肉是最多的 因為白羅斯人很喜歡喝啤酒 所以來說就很喜歡配肉 重點介紹的就是右上角 就是這個就是白羅斯人 白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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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將肉燙了之後 然後冰冰了之後 再切開一塊塊 那 送啤酒是一流的 中間這個 pencil 就有一點點燒的 另外 左下角這個Machaga Machaga有一點像煎餅 但煎餅裏面有肉的 全部都是有一點像芝克那些特色的肉的菜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達羅斯的飲食 我就不是太習慣 比較悶一點 至於沙律 麵包 基本上和烏克蘭和俄羅斯 沒有太大分別 不特別介紹 有一個叫做哈拉赤 哈拉赤就是右上角這個叫凍肉 這個凍肉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很普遍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類似是啫喱 但啫喱裏面有肉的 至於酒 白羅斯人主要喜歡喝啤酒 但是他都有自己的福特加 他的福特加叫做Galiga 他最主要用小物去養製的 同時他都會用一些其他的植物 例如用這個滑鼠 去養製福特加的 那無酒精飲品 有Compress Compress是不同的果實 水果去做一個果汁 Compress是俄羅斯很普遍的就是黑麵包發酵而成的無酒精飲品 Galiga是酸奶 一定要試 每天喝Galiga包你的腸胃非常之健康 Galiga跟你們一般喝的香港的Yoga是不同的 香港是沒有這些的Galiga是超級正的 還有Belostary Belostary就是白樺樹的汁 在白羅斯來說是一個很特色的飲品 白羅斯的啤酒 第一 相當之便宜 第二 白羅斯的啤酒來說 其實在周圍來說有六個城市 除了明斯特之外還有五個城市都是產啤酒的 相當之出名 相當之便宜 值得推薦 去到基本上旅遊的白羅斯的生活 大致上我很簡單的介紹 以下就會介紹有兩個白羅斯的城市 第一就是明斯克 明斯克就是白羅斯的首都 但是其實現在的明斯克 基本上來講是二次大戰之後去重建而成的 因為二次大戰那時候這個是一個戰場來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築物都是全圍的 大家看一看明斯克 還不是英國 但已經不是美國 正如說明斯克 像是中文民時克 大陸 專門是人造成的 阿諸我 是大陸巨多節 阿諸是大陸巨多 市场民 investigate the Tampa based the permit have 266 bmz lover for helping Freedom delivery nmz look at lequel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дорожно-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ally carbons min gore of the Sun 这个就是明斯坚的市中心 其实高楼大厦不多 右手边这一栋就是他们的大会堂 这就是它那个独立大街 基本上它最长最大的一条街就是这个 在明斯坚的市中心 公司的交放 民ска развит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все автобусы, троллейбусы и трамваи на улицах города мест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ля всех школьников проезд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транспорте Минска бесплатный с 2012 года на остановках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электронные табло Минское метро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линий с 29 станциями строится третья линия но откроется она не раньше 2020 года на 11 станциях метро е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туалеты Минск молодежный город здесь около 30 вузов где учатся 223 тысячи студентов стереотипы для того и существуют чтобы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оказывались правдой в Минск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ного красивых девушек Минчане дружелюбные пешеходов на дорогах здесь всегда пропускают если иностранец подойдет на улице к любому прохожему то ему помогут с вероятностью в 70 процентов мы сами проверяли даже если иностранец говорит только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давайте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плюсы Минска чег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ного в городе это велодорожек они есть как в парках так и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если в Москве и есть аренды велосипед в Москве и в Москве в Москве и в Москве это очень популярный оттенок это будет много премьера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Москве 尤其是明斯克白羅斯的交通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為什麼呢? 尤其是因為它人口不是很多 人口密度不高 還有它的交通規則是很嚴格的 例如你過馬路的時候 車一定要停的 如果不停的話會罰錢 還有馬上會吊銷牌照的 所以如果在明斯克上是一個人口的權利很大 那些公司的交通是很明顯的 那些公司的交通是不明顯的 在明斯克上有這樣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來旅行公園 在駿河中看著風塘 明斯克是白的街 這裡有26公園 有很多公園和公園 共有2025克 在大量的地方很清晰 中间市面移民的狱子 在二世代的国家 已经不太强坏了 因此,在封鑫上市中也有限于 автомобиля 更多地上市面移民,在也有时候 在这些地方有变化 所以,城市很幸运的路透明 浮 tubers 斜里微的不断 每个地方都要几个三十分钟 而且没问题跟不安 大家在迪运处2,5时的车子或甩的车 软隙或软移动 浮阳特仙吗 以好味道,配料酱美味 och味道ák辣豆腐 如果评服的词 表达到状态住 wardrobe 每个月上升 6-8% 民意当最 защищ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警察 俄文 以前叫做明尼茨雅的 明尼茨雅是苏联时期 警察叫明尼茨雅的 M字头的 后来他改了叫做白利茨雅 因为以前俄罗斯人 他觉得那些人是不喜欢警察的 他觉得警察很多时候是贪污的 所以他早几年在俄罗斯就把明尼茨雅 改了名叫白利茨雅 白利茨雅即是Police 即是翻译过来 但是在白来说 仍然都遗留着苏联那个时候 他个名字的 罗斯人 所以在白来说 警察叫明尼茨雅 那是en Например,17 февраля состоялся марш рассерженных беларусов против налога на тунеядство, в котором приняли участие до 5000 беларусов.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есятки из них были задержан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город приходят крупные отельные сети, такие как Хилтон, Мариотт и Новотель. Зачем люди едут в Минск?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из любопытства и наслушавшись хвалебных отзывов друзей. Ч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в Минске? Отличный вид на город открывается со смотровой площадки. Они попадут в эту区ру и путешествуют в городе. Это не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Это не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и не мигеляет. Это не очень высокая цена. Это уже не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цена. Это т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от Минске, это более смелый. Но если на древес надевается, 風景相當之好 右上角這個是國家圖書館 一個國家圖書館 這個叫明斯黑站 在火車站對面 中間這個體育館 就是Gilamo Gilamo 就是去年歐洲運動會 開幕禮和帝幕禮都在這裡舉行了 都是市中心的 接近Minsk 從西方向西方向西方向西方 它是一位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市場 這裡是一位最主要的 中間這個就是白羅斯國立大學 在左邊有一個是天主教教堂 這天主教教堂歷史不太長 大概是約100年多的歷史 這就是白羅斯的大劇院 這就是星山坪區 如果大家住在小店,裡面也有很好的小店 價錢不太貴,只是五塊,多一點就可以住一晚,相當好 可以逛逛到某里面的村落, 在晚上的街上玩樂器,作為怪怪的奧氣 比较烈的食物,尤其是柠檬的柠檬, 可以試過在咖啡,和柠檬,和柠檬,和柠檬, 也有些食物,也有些食物。 不少有誰在柠檬之間, 但人們都尋找到財物, Ambassador in Minsk can be found in the streets of Milwaukee and local and local and local real estate. Shes how much house prices in Minsk? Which house is about in this house, весь the house MAYAQ of Minsk ls 77m2dn that you can be located in 150.000$ and the median for the square 一般刷除去 你那里的车网上镇 1.25元 一般划算是一般的华人 人家在酒店裡 四季寺城 拿来立场 林安排的 雅庭 她叫全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район 由8 марта до Романовской слободы 有趣逃走路上 今天她的最后一位移民 在9 вечера 她变成了个民族 的民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Минске до сих пор нет мног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брендов, таких как H&M, Starbucks и даже IKEA, хотя в Беларуси более 10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для IKEA, а вот икеевскую мебель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только в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ах. Минск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истым и комфортным городом. Его любят за дружелюбность 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еспешный темп жизни. А вы были в Минске? И вопрос жителям Минска. За что вы любите или не любите свой горо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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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白罗斯就简单介绍到明斯坎 简单介绍到这里 归结了有几个区 最中心的旅游区就是姓三一区 我个人一般都会去这里 还有就是附近的中心区 独立大道 还有就是周边的地标 这张图的左上角就是姓三一区 然后右边就是眼泪岛 眼泪岛中间 眼泪岛是纪念什么呢? 是纪念阿富汗战争当时的死难士兵 所以眼泪岛的历史不是很长 但姓三一区的历史就相当长 姓三一区大致上差不多是八百多年历史 当然来说大部分的建筑都是重建的 有市政厅 有天主教教堂等等 去到星期六日就人山人海 接着它有歌劇院 有教堂 教堂的历史 刚才都说过 教堂历史不是太长 天主教教堂 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也因为它以前是以次大战受到严重摧毁的 所以它在前苏联是其中一个英雄城市 它有很多的纪念碑 很多的遗迹都是纪念这个以次大战的 包括在左下角 这个就是以次大战胜利的纪念碑 有一个无名火 这个建筑物就是马戏团 白罗斯的马戏团 地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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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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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語和俄羅斯語 這是在這個國家兩種語文並存的特色 右上角是國家圖書館 很漂亮,經人見智 也是其中一個 如果你想看白羅斯的並私有的全景 你就要上到圖書館的頂路 你可以買票去盜賞團之類的 二次大戰的除了剛才的紀念碑之外 也有二次大戰的博物館 離市中心不是很遠 以及每年的5月9日它都會閱兵 很蘇聯風格 跟俄羅斯有點不同 真的很蘇聯風格 這個就是明斯克 很值得大家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去完俄羅斯之後 可能可以一向白羅斯 第二個城市就是在最西面 西面就是布雷斯特 或者叫布雷斯特 俄文叫BASS 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二次大戰蘇聯和納粹德國 打第一場仗就是BASS這個地方 因為BASS裡面有一個叫布雷斯特 是非常之出名 以及是一個軍事的要衷 還有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交通樞樓 因為所有來往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列車 必須在這裡轉軌的 不是很遠 在明斯克可以坐這個城製列車四個小時 或者你喜歡的坐一晚過夜車 八個小時都可以的 走不同線路 相當之便宜的 有一個叫布雷斯特要塞 其實來說它的要塞在低俄的時代 大致上有170年的歷史 在那時候完成 但是來說直到二次大戰 才正認識識這個要塞 正認識識在戰爭上有用途的 很有趣的 在2010年有一個電影 叫布雷斯特要塞 說回1941年6月22日 這個偉大的韋國戰爭 Valinskaya 和Treswesnaya 說現了 就說第一場戰 第一場第一場 第一個槍聲 這場戰役 連結在這裡 有了英文字幕的 大家有機會去看一下 Bless是不大的 Bless由你的火車站 去到布雷斯特要塞 大致上是半個小時多一點 就去到達了 下面這個就是要塞的入口 其實來說 基本上是零省幾個要塞 再加一些建築物 而成的 基本上如果你去這個要塞去頻吊 大致上基本上一個半周就搞定了 但是很值得去的 是免費的 除了一些 除了一些博物館裡面有入場券 要入場券之外 基本上是免費的 就是 是非常之有特色的一個地方來的 如果你是喜歡歷史的 喜歡戰爭歷史 喜歡蘇聯的歷史 想研究一下 我建議你去Bless去看一看 同時來說 它的市中心叫蘇維埃大街 這個城市不大 基本上來說 你停兩天就搞定了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 從這裡之後就會去波蘭 因為在波蘭是隔離的 非常之推薦 值得大家 值得大家去這個地方去旅行 也都是如果喜歡大自然的 它附近一個國家公園 就是國家的森林公園 也都推薦大家去那邊去看看 俄羅斯 白羅斯 基本上我講得這麼多 接下來我會講一點 格魯根亞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我會去格魯根亞 格魯根亞 格魯根亞 格魯根亞也都是 在俄羅斯人來講 是最受歡迎 最受俄羅斯人歡迎的一個國家 以前都是在前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之下 那麼 去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聽過 格魯根亞 格魯根亞 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的 可以打yes 可以打no 因為格魯根亞 在俄羅斯人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國家 最主要是民間喜歡去旅行 還有飲食等等 俄羅斯人是相當喜歡的 即使俄羅斯政府 經常說格魯根亞危險 對俄羅斯人有威脅 但是俄羅斯人 又是 就用腳去投票 反對這件事 我會講一點 下次我會講多些 之後我會跳到俄文 OK 其實這個是下一堂 還有下一堂會講的一個 topic 是關於高家索 因為高家索在香港來講 真真正正認識高家索的人 香港我可以跟你講 沒有多少個人 因為高家索的語言 文化、歷史來講 和俄羅斯是很不同的 歷史長過俄羅斯很多 語言 三個國家 即俄羅斯 格魯根亞、亞美尼亞、阿塞拜軍 和俄文是相當不同的 還有高家索是火藥庫來的 因為高家索是經常打仗的 所以大致上 香港我可以很膽跟你講 真正認識高家索的人 是絕無僅有的 如果他說你是高家索的專家 基本上都是騙人的 因為你最起碼要懂得俄文之外 還要懂得他當地的幾種語言 那我就很有幸 因為我住在索契 索契都是高家索的範圍來講 我就在那邊了解得比較多些 所以說這個題目來講 我都預備了相當多的時間 那有三個國家 三個承認的國家 包括格魯根亞 包括亞美尼亞 包括阿塞拜疆 那主要我今天跟你講的 就是賣個關子 就是什麼叫高家索 高家索 那主要這個格魯根亞的主題 還有下一堂會講亞美尼亞 我就會在下一堂 就重量 希望我爭取時間跟你講 因為蝙蝠是很多的 也都我很建議下一堂你們 就是說你做一點點功課 去做一點點檢查 之後才下一堂再過來上 這樣會清楚些 那其實高家索 你見上面都有不同的語言 英文叫做卡卡斯 俄文叫做卡卡斯 哈哈哈哈 所以已經有三種語言出來了 那阿塞拜疆語我沒有放在這裡 那其實有分南北高家索 北高家索簡單來說就是 高家索三物以北 是屬於俄羅斯聯邦下面管轄的 有包括我以前住的 卡斯拉達斯基斯卡爾 克拉斯多達爾的邊疆區 那另外就是上次在第二堂 我有跟你說過說有抗泉有五座城的 那那個所在地就是 薩拉布羅斯基爾 克拉爾 斯塔夫羅波爾的邊疆區 主要是礦泉水的 另外就是阿迪吉亞 就是阿迪達 另外就是歐洲最高的山 阿迪達斯 所在地的卡拉查耶華 阿迪達斯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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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幾個區 還有就是北奧塞梯 阿迪達斯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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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古什 和車神 車神大家都知道 因為以前都打仗了 還有就是最西邊的 最西邊在這個裏海的 一個叫達吉斯坦共和國 在這個共和國也都相當特別的 是很多民族的 也都是跟阿塞拜疆有些淵源的 有很大的淵源 裡面有一個城市叫做 吉安 就是俄羅斯境內最老的城市 去到高加索的山脈的南面 有三個港為大家承認的國家 格魯根亞、薩克赫羅、阿美尼亞 就是叫做哈雅斯坦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 同時來說 其實土耳其和伊朗 裡面有些範圍都是屬於高加索的範圍 但是在南高加索 有三個是世界大家不承認的地區 不承認的國家 一個在格魯根亞境內 就是叫做阿克什亞 就是阿布哈茲 另外就是格魯根亞境內 接壤俄羅斯 在北邊的南澳塞梯 另外在現在來說 最近這幾個月正在打仗的 勒卡拉 勒哥爾勒卡拉北赫治州 或者叫阿塞 這個就是高加索 高加索的三個國家 簡單介紹一下 格魯根亞 英文叫Georgia 但是那些人叫做 薩卡特羅的 就是在格魯根亞 用的薩卡特羅 才是他們自己叫自己的國家 世界泡河走的發源地 也是世界上第二個 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 公元326年 人口不是很多 三百多萬 主要是格魯根亞人 也有阿布哈茲人 有俄羅斯人 有亞美尼亞人 也有阿塞拜疆人 相當自由的一個國家 也是對著海 對著黑海 所以格魯根亞的農業 是相當出名的 種很多葡萄 世界上有六百多種葡萄 在格魯根亞裡面出產 所以它的葡萄酒 是世界最第一名的 還有它的蜂蜜 還有它的奶類產品 芝士是相當出名的 那麼 時區萬香港四個小時 跟俄羅斯有些不同的 我給大家聽聽 格魯根亞的國歌 是世界最第一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格鲁庚的角度比较短一点 格鲁庚的运动上反而最有名的是篮球 很厉害的 它的篮球基本上来说世界是头十名的 在格鲁庚来说历史不是太长的运动 反而它的篮球是最有名的 另外就是第二个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 下一堂会详细介绍 亚美尼亚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亚美尼亚在高加索的范围里面 但是亚美尼亚人他认为他自己不是高加索人 还有亚美尼亚的历史相当之长 四千年历史拍得住中国的 所以他那个民族主义是很强的 还有亚美尼亚人就是人家会认为他是好像犹太人那样 就是说犹太人经历过很多大屠杀 亚美尼亚人也是经历过大屠杀的 那么他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还有来说亚美尼亚人是相当聪明的 语言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但是问题来说呢 现在来说亚美尼亚的国家呢 其实来说是他以前全盛而其的不到十分之一的 还有亚美尼亚的圣三呢 都不在亚美尼亚的 是在土耳其的 他那个地缘政治来说 亚美尼亚是相当之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和土耳其的关系不好 土耳其的边境和亚美尼亚的边境是封闭的 还有来说他和阿塞拜疆是恶劣的 因为主要主要是因为他的 纳哥尼亚卡拉巴赫茨州 现在都在打仗的 就是打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仗 但是到今年呢 去到七月开始打了 所以来说 现在来说他亚美尼亚是一个战争状态来的 但是亚美尼亚相当之好 疫情好客的 那第三个国家呢 就是会 都会最后面会介绍的 就是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是 在高加索里面来说 那三个独立国家来说 唯一一个衣食行家的国家 但是是一个很开放的衣食行家的国家 也都是他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早产石油的一个国家 在19世纪的70年代 就已经有石油工业的了 所以来说阿塞拜疆的经济来说 相当之比较好一些 那当然它物价不高的 但是来说它那个 在高加索的三个国家来说 相当之比较好的 除了有这个石油之外 还有天然气 近这几年 它在阿塞拜疆积极发展这个国际体育事务 所以它的首都巴库 也都是举办过第一届欧洲运动会 每一年都有Formula 1的赛车 除了今年 因为今年肺炎的问题 那还有来说 它举办很多的国际赛事 例如去年的欧巴杯 足球的欧巴杯的决赛 就是这个阿塞拜疆巴库举行 那文化上它和土耳其很相似的 大家语言基本上共通的 那这个就是高加索的三个国家 就是高加索有山脈 一堆山脈基本上是俄斯的境内的 最高就是Ellibus 就去到五千多米的 整个欧洲最高的山脈 那在山下面就是这三个国家 那这个就成为南高加索 南高加索的气候来说 基本上北边有点凍的 但是相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很和暖的 去到南边的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干燥 夏天来说 夏天的日照相当之长的 和来说会相当之热的 但是去到晚上就会降温的 降到去到10度 就是一降 可能来说日头是30多度的 晚上又去到是20多度的 是这样的 相当于比较和暖 比较 沿海地区会比较濕用些 去到这个内陆地区就相当于干燥 这个就是高加索 下一堂就会由格鲁金 开始讲起 希望大家可以事前做些功课 因为下一堂 和再下一堂 我会觉得内容相当之丰富 而且来说 可能香港应该不会有人说得到 好像我知道这么多的内容 好吗? 我希望会将高加索地区 也是俄罗斯人最喜欢去的地区 也是全苏联最有特色的地区 我会介绍给你们 这个就是 去到这么多 接着我会讲这个语言 去到语言这部分 我都会重温 重温 由这个字幕开始 我希望每一次 大家重温一次 接着就会去到 今天要讲这个部分 我读一次了 ready了 首先 A B V G B Y Y Yu Sue S E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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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 R S T U F H S T Sh Sh 硬音符号不发音的 跟着OI 跟着软音符号都是不发音的 跟着A Y 最后就是Y 就是我这样解释了 这个就是俄文的33个字母 我希望大家入后都有机会熟练一下 记得这33个字母 信罪、发音 最重要是发音 而且你可以辨认得到 将它由俄文字母转换一个拉丁的字母 那你去旅行都会方便一些 好了 最后就是今天讲的内容 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讲方位 方位有两个意思的 一个意思就是这件事在哪里 另外一件事是怎样去到这里 可能大家学中文就未必 中文或者英文不是那么区分这个的 但是俄文有区分的 稍后我会详细讲 词会其实上课我都有讲过的 例如在哪里呢 叫吉姐 跟着第二个 就是去哪里 在哪里和去哪里呢 俄文是有严格区分的 因为吉姐是政治的状态的 就是这件事在某个地方叫吉姐 就是文叫吉姐 跟着如果那件事 如果我由A的地方去B的地方叫Kuda Kuda就是dynamic的 大家要区分了 大家都是方位 但是有些少不同的 Kuda就是farmware 就简单来讲 由第二个地点去我这里 Kuda 跟着有钱至池 钱至池有佛和辣 就是这个去或者在哪里 跟着有睡在哪里呢 就是舍或者意 都是解睡在哪里 跟着地名 香港就叫银江 跟着还有Russia 就是俄罗斯 跟着这个莫斯科就是墨斯科 跟着就是圣彼得堡 就是最重要的四个地方 香港、俄罗斯 香港、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 分别就是银江、俄罗斯亚、墨斯科和圣彼得堡 这个就是俄文的读法 另外你去旅行一定要戴passport passport 另外可能有机会你有viser 你没有viser就进不了境 这个上课我有讲过的词会 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有问题的 立刻可以留言给我 跟着呢 这堂的核心就主要来说 有去哪里 在哪里 还有哪里坐车 你看到图里面图表 其实也有很多列了交锋工具 跟右和左边的对应 第一 的士 的士怎么说呢 俄罗斯叫达斯 达斯 其实它是由密宣 密宣 去逆逆过来的 所以有时俄罗斯人如果是写 他用一些翻译软件 他不是那么清楚 有时就说他驾车 他会驾个密宣 因为俄文是私家车 或者这些车叫密宣 地铁叫密宣 密宣 巴士 阿托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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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车 电车就是有轨的 香港那些有轨的 有轨电车叫Turum Ride Turum Ride 跟着在前苏联国家 或者部分中国大陆地区都有的 就叫做无轨电车 四个车 但是它有一支电棍的 电线缸的 叫Turum Ride 叫Turum Ride Turum Ride 另外小巴叫Matchuska Matchuska 就是小巴 面包车 这个火车 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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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火车 那飞机 Samaloj Samaloj 就是飞机 坐杜伦 坐杜伦 就是巴洛 巴洛 最后生气 如果你不坐车的 我走路的 就这样走路on foot的 叫Beskong Beskong 就是走路的意思 那这些基本上交通工具的叫法 你会问到 首先 会问是哪里 哪里是黑领武囊公 Gadjet Creamy 右手边就是有1 2 3 4 5 6 7 8 有8个稍后会用到的一些地方名字 那哪里是什么呢 很简单 Gadjet是个文具 Gadjet Creamy 就是说哪里是黑领武囊公 Gadjet Musei 哪里是博物馆 Gadjet Metro 就是简单来说可能是那个站 或者地铁 哪里是地铁座 Gadjet Stantia Stantia是解地铁站 地铁站或者火车站 Gadjet Stantia 就是Gadjet Stantia Gadjet Gun 三个大社来的 其实来说是一个宿舍来的 是国家百科公司 就是克里姆林宫 对面有一个建筑物 叫做国家百科公司 叫Gun 我上次说过 就是吃雪糕 里面的雪糕现在加到是100元楼布一桶 很好吃的 以前50元很划算的 Gadjet Prosa Prosa就是解港场 例如你这个红场 叫Kasnaya Prosa 就是港场 Gadjet Prosa 就是说哪里是公园 Gadjet Ulicha 街 例如Gadjet Ulicha 例如Lidong 就是解哪里是尼敦道 Gadjet Ulicha Lidong 就是Ulicha 就是街 那意思 问了之后 会答 答的话 就会例如 就是我会有前置词 Fut 或者那 通常来说 大部分都是Fut 部分就会那 这个文化我不会说那么多 例如你可以 Gadjet Crimi 哪里是克里姆林宫 接着你可以答 Crimi Fut 在哪里 克里姆林宫 在俄罗斯 Crimi Fut Rossi 加了前置词之后 前尾会变的 主要是因为 为什么前尾会变呢 因为有前置词 所以来说 它要按着 得定的规律 要转 例如我说一次 哪里是克里姆林宫 Gadjet Crimi 答就是 Fut Rossi 或者是Crimi Fut Maskwe 在莫斯科 第二个 Gadjet Musser 哪里是博物馆 可以答 Musser Fut Sambijibuk 克里姆 Musser 这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 在圣比德堡 第三个 Gadjet Metro 哪里是地铁 Metro Fut Curar Metro 在城市里面 跟着 嗯 嗯 有Dom 我舉個例子 例如謝荔楓 謝荔楓就是電話 姐姐謝荔楓 電話在哪裡 接著我回答謝荔楓就Dom 就沒有前置詞的 如果在屋裡叫Dom 但是在屋裡就不會叫Dom 通常就是Dom 就是說電話就在屋裡 接著 Gazze Stantia 哪裡是Metal Station 哪裡是地鐵站 我可以說Stantia na Uliche 那個地鐵站在街上 在烏烈車 簡單來說文法就是這樣 就是常用句子就是問去哪裡 問這件事在哪裡 接著說這件事在哪裡 這樣 另外一個句子常用的都是說坐什麼車 剛才說過有幾種交通工具 有的士 有地鐵 有巴士等等 坐什麼車和坐什麼交通工具 坐什麼交通工具 就這樣問 坐什麼交通工具 那夾江Transport 那夾江Transport 就是說坐什麼交通工具 是問的 接著坐什麼交通工具 坐什麼交通工具 例如坐地鐵 坐地鐵 例如叫做 坐的士 就前面加拿的 拿特斯 第一個 特斯因為外來池 所以它不會變的 坐地鐵 拿Metro 都是不會變的 接著 坐私家車 就叫做 拿Machine 坐巴士 拿Adobuse 比較簡單 基本上後面變成了 耶 坐電車 拿Turnride 坐無軌電車 拿Talabuse 接著坐小巴 拿Machuske 坐火車 拿Boyeste 坐飛機 拿Samanroje 坐導輪 拿Barroje 不是 拿Barrobe 接著最最後面 如果你走路的 不需要加任何前置詞 就這樣 Bescon Bescon 是一個副詞 Bescon Bescon 就是說我走路 就這麼簡單 基本上來說 就是解釋了 坐去哪裡 在哪裡 還有坐什麼車 這個圖會比較形象化 坐的士 拿特斯 或者坐私家車 拿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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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坐地鐵 坐巴士 拿Adobuse 坐這個電車 坐這個電車 有鬼電車 就是 拿Talabuse 坐無鬼電車 拿Talabuse 坐小巴 拿Machuske 坐火車 拿Boyeste 坐飛機 拿Samanroje 坐導輪 拿巴羅 最最後是 走路 Bescon 就不會叫 拿Bescon 就在Bescon 可以了 好了 有些場景了 首先來講 有個遊客 去到莫斯科 問某街外人 怎樣去紅牆 很簡單 聽著我讀 二彎 就Stars Reject Yedina 可能是個街內人 就回應 Stars Reject 因為大家都不懂 所以一定要用Stars Reject 一定不會用PVS 接著二彎做出一個請求 Machine 是一個請求 Gadje Crimi 即是說 哪一處是克里姆林宮 Yedina 就說 La Krasnoye Porsche 即是說 在紅牆 Yedina回答 在紅牆 即是什麼在紅牆 是克里姆林宮 接著二彎說 La Gagong Transport Je 即是 搭什麼交通工具 可以去到 Yedina 就說 La Metro 坐地鐵 當然 在莫斯科最方便 就坐地鐵 然後 Yedina就說 La Gagong Stars Reject 去哪一個station 這個地鐵站 就是這個紅牆 在哪一個地鐵站 革命廣場 那個地鐵站 Yedina 回答 Spasiba Yedina Bashalus 這個典型的回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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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鐵站 Yedina 韓文 韓文很麻煩 讓大家知道 可以 其實就是說 左右上 左右前後 在這裡 在對面 在那邊 其實來說 靜態就是這一圈 例如靜態的右手邊 就是這塊東西的右邊 右邊 右邊叫Spawa 我順序 左邊叫Slewa Spawa 右邊就是Spawa 左邊就是Slewa 前面就是Bear 後邊叫做Saji 前面 前面 後面 在這裡 Exactly在這裡 就是Jes 在那邊 那邊叫Dame 接著 東西在對面 La Proje 這個就是靜態的方位 有一點困難 但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有時候 去到對話 經常都會用到的 第二個對話 就是說 有兩個人 接著 大家是朋友 去到莫斯科的紅牆 可能一個是當地人 一個人是她朋友 去到紅牆 一個朋友 介紹紅牆的景點 當然這個應該是二灣 就是當地人 Yamina 就是她朋友 外地人 來的 好 二灣就問了 二灣就說 Si trust me Fusma square 就是現在我們在 摩斯科 Yamina Yamina 就問了 姐姐 Jes 這裡是哪裡來的 二灣就說 Lacrosse Noy Posage 我們現在在紅牆 Yamina說 姐 Gum 可能她想買雪糕 哪裡是國家百貨公司 二灣就說 Gum Bele 就是 Gum 在我們前面 Yamina 姐 Ham Ham 就是教堂 建設一個聖阿斯利大教堂 二灣就說 Kam Spa 教堂在我們的右手邊 Yamina就問 Gatje Musei Musei應該是 即是說 博物館在我們的左手邊 就是 換言之 Yamina和Yamina在哪裡呢? 在紅牆的正中心 跟著 Yamina就說 先 Yamina就說 Gatje Krimi 克里姆林工在哪裡? Yamina回答說 Krimi Saji 克里姆林工在我們後面 Yamina就說 Eda Ochern Krassi Wii 這個 克里姆林工很漂亮 Yamina就說 Yamina就說 Dar Bijong 我們不如 Let's go 馬上去 好 我重複一次 Yamina Citras Musei Yamina Gatje Jes Yamina La Krasnoi Prosa Yamina Gatje Gum Yamina Gun Pere Yamina Gatje Han Yamina Han Spawa Yamina Gatje Musei Yamina Musei Sneva Yamina Gatje Krimi Yamina Krimi Saji Yamina Eda Ocheng Krasiri Yamina Dar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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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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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明白這個概念 在俄文來說就會有dynamic和static的概念 在dynamic來說 也會前後左右這裡那邊有不同的說法 很有用的 因為經常問路 一定別人回答都是這樣說的 例如說 走去右邊就叫 Lapawa 走去左邊那Lewa 走去前面 Berong 走去後邊那Sais Come here 就是說叫一個人走過來我這裡 然後是叫到 走去對面 然後穿過一些東西 經過一些東西 就叫Cheles 跟着最后那个在对面 La Project 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和我刚才说的静态的方位是有点不同的 有点复杂 大家知道就行了 最后就是一个对话 对话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如何由某个地方 去红墙 有个地铁站去红墙 首先 二湾就说 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方位 现在我们在革命广场的地铁站 Yelina就说 我们跟着去哪里 二湾就说 Lakrasnuyuporset 二湾就说 我们会去红墙 我们不是在红墙 我们现在将会去红墙 Yelina就说 Gat tabacca to kasnoyuporset Yelina就说 如何可以去红墙 二湾就说 Lakrasnuyup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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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们就会 向左边转 左边走 跟着再走多一百米 之后 我们再向右边走 就向波墨鼓 接着之后 Yelina Battong Battong就是跟着 如何 二湾就说 Battong Battong Lakrasnuyup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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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我们走完 就是我们 关完博物馆之后 我们继续要向前走 跟着我们就会去到教堂 教堂就是圣雅西里教教堂 就是图片顶头上面的洋葱头 接着Yelina Gun How about GUN 就是国家百科公司 如何去呢 接着 二湾就说 Ganeshna Battong Battong Lakrasnuyup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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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Of course 我们去完 红场之后 我们转右边 就会去到Gun 跟着Yelina Lichla 当然了 因为他想shopping Lichla 就是Excellent 好了 重复一次的对话 然后 Yvan Sitchat Mii Lakrasnuyuporset Lewa NiuJi Yelina Kutami Yvan Lakrasnuyuporset Yelina Gat Tapacha Dokrasnuyuporset Yvan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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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好,今天我的俄文部分都完結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網上有些重溫 其實應該很快會上載的 應該明天左右你們會看得到 我希望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發問 還有上個星期我想展示給你們看烏克蘭的電視劇 《人民公佈》的電視劇 非常好看的 第一季我就上載到Google Drive 有機會你們盡快下載 因為遲一點我就可能會剷走了 我很推薦大家看有中文字幕 看了之後大家可能會有會心微笑 還有可能會有點感觸 我極度推薦大家去看電視劇 我們下個星期一都是7點 再見 再見 好嗎 對了 哎呀,忘記了 tendon 下次才行 因為應該可能過了 下次tendon 再見 拜拜 拜拜 那 記得下個星期是最精彩的 下兩個星期是關於高加索 大家要留意 還有上網可以搜尋一下一些資料 因為高加索 在俄羅斯人來說很特別的 也是一個題目 不是那麼容易 香港那麼多人熟悉的 所以我就極度推薦你們下個星期做一些功課 我希望今天的課堂大家都清楚 會流暢 大家看到一些影片 我真的很想表演給你們看 所以經歷了這麼多 第四課 可能更順暢 我希望接下來這兩課會更加精彩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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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